今早AT个股推介是华润万丈1209 简选原因是华润万丈去年是疫市扩张 在商业管理方面截至去年年底 公司在载营购物中心增至86个 面积达到920万平方米 在管项目全年龄售额有1264亿民币 在局部疫情影响严重的情况下仍录得6.3%的增长 2023年开局受惠于内地改善疫情防控 和消费复苏 公司头两个月 旧物中心零售额快速回升 增速超过两成 预期今年商管业务取得更好的表现 法奇预料公司今年旧物中心项目 将会增至超过97个 非商业方面预期到2025年的在管建筑面积 较到2022年水平倍增至大约4亿平方米 年复合增长率是21% 策略上华润万丈目前的形势正挑战下降轨 昨天收捕$43 策略上已经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第一站目标先看前高位$47.1 优优独播剧场 建筑接生